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 就已經在北京勝利閉幕 根據官方的公佈所說 在會議之上提出 去到2035年的時候 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 至少包括了九大目標 究竟今次這趟的中國夢遊發成怎樣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究竟這個九大目標包括了哪九大呢 首先第一件事 中國的經濟實力 科技實力 綜合國力將會大幅約升 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 將會再次邁上新的大台街 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 進入創新型國家的前列 實情為目前 美國在科技上 圍堵和封殺中國 不僅限制高新科技出口 而且凡使用到美國技術 生產製造的零部件 也要限制出口 不僅如此 大陸那些什麼千人計劃 已經被美國破獲了不少 現在大陸說要用15年的時間 進入創新型國家的前列 短短15年裏 單憑大陸那些所謂的自主研發 是否能夠追得到科技的落後呢 至於第二個目標是什麼呢 要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 信息化 成真化 和農業現代化 建成現代化的經濟體系 想不到來到2020年 還強調現代化 我想起在1954年的時候 第一屆全國人大 當時提出了四個現代化 簡稱四化 哪四個現代化呢 就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 明明到了1965年的時候 已經說實現了四化 現在又說要提出農業現代化 這就是重複了嗎 我真的不明白 不理解 哈哈哈哈 這就是拉布還是怎樣呢 我不懂 第三個目標是什麼呢 要基本實現國家的自理體系和自理能力現代化 人民就要平等參與 平等發展權利要得到充分保障 要基本建成法治國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會 我又不明白 為何到2035年才建成法治社會呢 明明現在就說中國是有一個所謂的陽光法治 我以為已經是建成了 原來還沒有的 要去到2035年才建成 好了第四點又是什麼呢 就叫做建成文化強國 這個長國不是長國 不是一道長的長 文化強國 教育強國 人才強國 體育強國 和健康中國 那些黨八股真厲害 哈哈哈 還有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要達到新高度 國家文化軟實力要顯著增強 我以為是已經建成了 文化強國現在夠強了 又建黨委業 又建國委業 那麼多這些猛片 又教育強國 夠強了 為什麼2035年才建成呢 體育強國我運會拿這麼多金牌 健康中國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2035年才出現 我以為已經有了 而且你說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 增強了 非洲都用你華為那些爛鬼手機 好了至於第五個遠景目標又是什麼 就是廣泛地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 碳排放達到峰值以後就穩中有降 生態環境根本好轉 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 首先來講 你勸中國人千萬不要背脊向天的 野味你先摸在肚子上 你要保障生態環境 首先你不要讓物種滅絕 有得吃就肯定吃 而且越稀有就越要去吃 不是因為那隻東西好吃 而是因為有麵紙 這東西就已經要改了 是不是 不要什麼物種都要吃到滅絕為止 你看海洋生態也是這樣 以前 沒有那麼多捕魚的時候 它慢慢生出來 其實就是生生不息 誰知現在不是 總之整個海洋就要刮乾刮淨為止 所有野生物種就要全部拖回去 拖回去也不止 剩下的魚苗也要炸起來 也要拿走 現在 中國沿岸的魚鑊開始下降了 又伸手去別人的樹那裡捕魚 搞得神憎鬼厭 這些就要改善了 對不對 至於說到碳排放 還說要達到峰值之後才穩中有降 這就不怪得特朗普 說要退出這個所謂巴黎氣候協議 人家那些所謂發達國家都已經開始說要控制 要減排 你還可以繼續增排 達到峰值之後才慢慢降下去 我又不明白那個瑞典的什麼 環保少女 為什麼不就這些議題來講 你只是針對其他西方國家 根本上就是雙重標準 好了 至於第六的遠景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形成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參與國際經濟合作 和競爭新優勢明顯增強 就是把鄧小平在1978年所確立的改革開放 繼續來加強實施 其實這一項多少就有一些 舊走新平的感覺 第七的遠景目標就是加勢堂 他說人均國內的生產總值 就是人均GDP 就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而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 首先說了這個人均GDP 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什麼水平呢 其實這就是很模糊 很虛模的概念 如果真的有心要達到某一個水平的話 其實最好當然是寫到實牙實恥的一個數字出來 到2035年 究竟達到還是達不到 已經有一個很客觀的 數值在 你現在正是很籠統地寫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到其實你都說可以了 現在都說2020年就已經實現了全民小康 都可以了 小康是多少才可以的 原來李克強總理走出來說 有6億人口 每月收入1000元人民幣以下 這也是小康 那你現在又說2035年要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那看法你就一定可以了 是不是 你都不知道寫到怎樣 因為你都沒有一個確實的數字 至於說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 那當然你的中等收入是每個月5000元人民幣 6000元 8000元 還有什麼目標呢 就是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 城鄉區域發展差距 以及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其實這件事 自從鄧小平說要確立改革開放以來 就已經說要先讓沿海的一部分 富起來 然後就到內陸 原來要去到2035年才顯著縮小 這件事 搞了幾十年 1978年改革開放 你現在這個遠期目標是2035年 第八項是什麼呢 就是平安中國建設達到更高水平 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第九項 人民生活就更加美好 人的全面發展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全民共同富裕 這個厲害了 今年就已經全民小康 去到2035年就直接沒有窮人 這次中國夢真是厲害了 至於我們又看看 大陸一份媒體 中國經濟周刊的報導 原來截至今年 10月27日 中國就有超過27萬家 經營範圍是芯片和半導體業務的企業 至於今年就已經增加了58,000多間 增長的速度是超過3.3% 是歷年最高的 其中在第三季度就增加了19,000多間 相當於是每天超過200間的芯片企業 廣東方面就最厲害了 今年就增加了17,000多間 至於福建就排第二 江蘇就排第三 但問題就是 你只是靠那個量大就沒有作用 是不是 你要那個技術夠先進才行 而且 搞這些科技業務 最重要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資金的投入 第二就是人才的投入 第三 這個也是必須的 就是時間的投入 你是不能夠壓苗助長的 不能夠不斷拔它 它就可以生得快一點 絕對是不行的 科技是要用時間來去浸淫的 你現在盲眼開這些芯片企業 搞到好像 六十年代那個全民大煉降息 大躍進息 其實到底對於整個 芯片或者半導體的業務來說 是否是健康呢 根據這份中國經濟周刊所說 原來有很多企業根本上 只是把經營範圍修改了 跟這個雜誠電腦 或者是半導體相關 能夠享受得到地方的減稅政策 和方便融資 故此其實有很多公司根本上 就是在運水摸魚 在這裡騙取經費 而且有不少大型的芯片項目 根本上就是爛尾 所以現在一窩蜂地說去開這些企業 根本上你都不是經營的業務 純粹在這裡拿著 有費用嗎 是不是 科技的發展 其實只有錢也不夠 錢你不斷印就已經有了 要人才和時間 這是必然的 現在一說要突破美國科技的圍堵 要自主研發 屬於中國的技術 搞這麼多這些芯片 半導體企業出來 原來根本不是開過飯 很多都是 有用嗎 怎麼追落後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